南道監督市政等于唱衰高雄 如果说市长不这么认为的话 那么我想请你节制一下 你手下这些侧义军团 不要一天到晚到处放话说 在野党国民党在阻挡台积电 我相信任何优秀的优良的企业来投资高雄 没有人会反对 说监督市政是在畅衰高雄 这个是非常反制的说法和做法 所以也拜托市长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贵党的一些发言还有风向 请不要这样子的带风向来指责在野党 如果说有些议员他们要自我阉割监督的权利 那是他们的自由 那是他们的选择 可是我们今天身为在野党议员 我们是代议士 我们站在这边 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来告诉我们民众 未来市政的发展 我们也有义务这样监督 昨天左营古山区大停电 一直到深夜两点才来电 我相信对于电力 市长你爱莫能助 但是水力你总有办法吧 我们今天来讨论水资源的分配 请问先进制程 它未来会耗的水量 大约是原本7奈米28奈米的几倍 市长有没有掌握到这样的讯息 白玉 第一期 3.6万吨增加到4.5万吨 你是说先进制程会增加到4.5万吨吗 我说第一期 我现在没有跟你讨论7奈米或是28奈米 所以它给你最新制程的耗水量了吗 给了吗 这个是我根据他们给我们的需求 是最新的报告给了吗 因为它3.6吨 抱歉 3.6万吨 3.6万吨 所以未来先进制程 就是每天会用到3.6万吨 是正确的吗 第一期的计划提出的需求是这样 我没有跟你讨论第一期 我现在最新的先进制程 你有没有掌握到 好没关系 市长你可能不清楚 那你的幕僚有没有准备 所以这样总共是几万吨 每天的用水量 假如第一期它的计划 它的需水量是4.5万吨 所以4.5万吨 那请问你知道原先7奈米 28奈米是规划 3.6万吨 好没有问题 那请问3.6万吨到现在 看起来是提升了吗 那我们的水资源高雄够用吗 它使用是再生水 我们男子跟桥头 市长相当想请问 既然你说再生水 几年过后开始使用再生水 是他一来 是他一来 是他一来就使用再生水 还是两年过后才使用再生水 他都使用再生水 从一来就使用再生水吗 那再生水 2026年的桥头才会有再生水厂 2028年男子才会有再生水厂 请问2024年就要营运的台积电 再生水从哪里来 那一开始啦 这个都是大家在设厂的过程里面 大家的协商 一开始当然是用我们平顶进水厂的水 哪里的自来水厂 平顶平顶 所以如果说万一未来的供水系统发生问题会不会排挤到民生用水 我希望你可以向市民做保证 会不会排挤到民生用水 那个我跟乔英议员报告 我再讲一次 我们的再生水厂两座是10.5万吨水 北高雄的桥头跟男子没错吧 大家都已经跟我们签约 是 我现在想跟你讨教的就是2026年才会有桥头第一座 那请问你2024年的台积电就会营运呢 那你这些再生水要怎么来呢 他的前面是使用这个 所以你保证不会排挤到民生用水 你保证吗 我保证不会缺水 谢谢市长 因为台积电也确认 谢谢市长 7奈米跟28奈米决定不来高雄设厂 我想高雄人都非常的失望 而且包括已经涨得很高的房价 被套牢的房价 还有一些买不起的年轻族群 市长你刚才说 你都很清楚台积电的进程 请问你28奈米决定不到高雄设厂 你是几天前知道的 你几天前知道这个消息 几天前 你现在可以公布了吗 你几天前知道 你说你知道啊 你几天前知道的 法座会前我就知道 法座会前了几天 三天 一个礼拜还是一个月 我们要尊重 你简单跟高雄市民说 我们要尊重台积电 这不是尊重台积电 这是你高雄市政府在招商 有没有真的掌握状况 市长你多久以前知道 他需要我们市政府协助的部分 因为他要改变市场 包括他的水 你如果讲不出来 你几天前知道 表示你们没有掌握状况 你们就是在台积电宣布之后 高雄市政府才知道 我再请问市政府第二个问题 第一时间我们就知道 第一时间 你还是没有讲出哪一天 第二个问题 请问28奈米不到高雄设厂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就你的了解 市长请你简单答复 市场的变化 市场的变化 陈市长你知道 当台积电不来高雄设厂的同时 日本的雄本 大陆的南京 各增加了一个28奈米厂 表示台积电还是需要28奈米 但是为什么没有设在高雄 你的团队有没有去了解 为什么台积电 把这个已经确定要设定的28奈米厂 现在不设了 你到底知不知道为什么台积电的228奈米不来高雄 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因为28奈米是特殊制程 它不是特殊制程 它是正常的制程 这个我评你是专家 它在做这个手机的镜头等等 那个是日本Sony的特殊28制程 厂商 Sony的服务端 就是客户就在 陈市长我请教你 到底28奈米是因为土地 还是水 还是供电 还是人才问题 台积电没有到高雄 来设28奈米 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好表示你不知道 海外啦 好没关系 那是海外的一些市场的一些需求 譬如说到其他国家 你既然也不知 你事先也不知道他不来 人家法说会之前你才知道 第二个 为什么不来 到底是因为最近的南科在限水 百分之十 还是电力的供应不稳定 还是人才不能够衔接台积电不来 你也不知道 没关系 我问你第三个问题 请问一下 你说清楚你也说不出来啊 请问一下 所谓的先进技术 什么时候准备要来 市长你有没有掌握 我们第一时间就掌握 那请你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他决定要变更自成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是说什么时候会来 水电还有一些交通的问题 那我这样问好了市长 2026年你的任期到达之后之前 台积电的先进技术会不会在高雄量产 市长你觉得他会不会来 我没有办法代替台积电回答你 那市长你什么都没有办法代替他这个答复 你只能够代替他宣布要来 那高雄人请何以堪啊 最好的协助 那你提供最好的协助怎么 他还是不来跑到日本跟南京去设厂呢 市长市政不要画大饼 不要画饼冲击让市民望眉止渴 结果现在高房价搞得大家苦不堪言啊 特殊制程改成先进制程不好吗 28不是特殊制程 28是一般制程 正常的制程 那是特殊制程 Sony才需要28的特殊制程 28有28制程 市长我送你四个字啊 我希望我们市府不要总是画大饼 否则你会变成大饼市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杨栋梁